每天就在看那些吃東西的食品 然後我就全想要當美食博主 然後我邊吃飯有沒有 邊講一文字大名 姐姐該不會要轉行了吧 Ella陳佳華近期錄製中國有滋味 分享來到泉州大吃美食 卻在點餐時突然來個即興演唱 一條小巨 如融金包超爽的 黑松龍寶紙超爽的 沒有 涼包 而且他也特地捏了他兩個 涼包結了耶 豆沙吧 只是一個豆沙吧 因為這樣的外型你會以為它是 卡克力仙的 每天就在看那些吃東西的食品 然後我就全想要當美食博主 然後我邊吃飯有沒有 邊講一文字大名 我們要去一家餐廳 然後就上網查這種網紅餐廳 因為我已經很漂亮 我想要當一下網紅 可以嗎 還是我現在頭髮裡頭髮 來來 先把你撿 這個要開到嗎 先把你撿 來 先把你撿 你家都很好吃耶 好恐怖 我覺得美食不能對 美食不能換旅遊耶 我沒有 對 你警衆管理的也是一個蠻危險的事情 下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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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又飛到啊 有 女髮 喔 現在這就是非常好 我愛你的製服 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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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是要說我要講韓國 我愛你 OK 我會一直跟你接通 OK 好 懂嗎 我得 喔 對 我為什麼還要你 是不是已經在你自己 你是來 我才知道 我 我 我真的不能沒有你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 發生什麼事啊 你不要問那麼多 你自己看前面就知道 對 我真的是被騙到 我真的覺得自己怎麼可以 這麼好騙啊 然後我在後台 在講答案的時候 那個自信滿滿 那個自信一百分 暴補那樣子 就有多丟臉 真的就是 對 有多自信 就有多丟臉你知道嗎 我現在已經不敢看節目播出了 拒絕看 你們看就好啊 但是 不要 拜託 太丟臉了 姐姐不哭不哭 究竟現場發生什麼事 讓Ella直呼 功臨那是她的大顆星 也讓粉絲們非常好奇 完全樂 林秀豪報導